李颖言,全球导航卫星系统 Global Navigation, Satellite, System, GMSS 是维护国家安全,发展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 是体现国家综合国力以及现代化大国国际影响力的重要标之一 发展支持北斗导航系统的接收机终端 是北斗导航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目前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因此大力研究与设计GDDS的北斗卫星导航兼航接收机 成为北斗卫星导航系统重要的环节 半导体集成快速发展 目前已经向着融合规片方向发展 FPGA也毫无意外地朝这个方向走去 通用处理器 具有AFFP和BSP功能的IP不断集成到FPGA中 FPGA技术的不断创新与突破 以及归融合架构产品的推出 虽然是FPGA应用于许多先前不曾涉足的领域 二随着技术的进步 SOC高级程度的单芯片化的接收机开发 将成为未来卫星导航接收机发展的主要方向 系统采用Internet 28nm工艺的低功耗的Clone V5CSEMUF3176N SOSC作为主控芯片 基于SOSC的再拨跟踪环度的硬件系统设计如图一所是 SOC系统主要有两部分组成 包括C-System介入式系统部分的硬件设计和基于Berilog HDL的FPGA System FPGA 逻辑单元系统硬件设计 1.1XSystem设计 根据图一设计 利用XSys工具单约完成XS系统 几乎连情况如图二所示 系统各部分功能设计如下 1.CLK0为外部时钟复位输入 为PLL提供TCXO50M时钟输入以及系统的复位信号 2.PLL0为图一中的PLL它提供6个时钟 Outkick0与Outkick提供几次中个组件使用 Outkick1文片外SDRM提供时钟 7月3个时钟向外输出 为Squad System中个模块的驱动时钟 3.SDRM是图一中SDRAMController 用于控制片外的SDRAM芯片 它作为NeoCyogenIQO的内存 4.X是图一中VPCSFlashController 控制外部Flash作为NeoCyogenIQO的程序存储器 5.EttacUouthing是图一中JPAGController VPC主机上的EclipseSVT 得调试端口箱连接 用于程序的运行监控 与调试 6.Syset是图一中SDRAMID 保证软件程序版本 与SDRAM系统版本保持一致 7.Timer0是图一中Interval 7.Timer可用于NeoCyogenIQO 1.2 口内和时钟 也可用于测试程序运行时长 根据测散的时长进行相应的测试与调试 8.LED是图一中LEDController 该处Pile和设计外输出功能 输出数据的未换设置为6 比错 控制FPGA System的6个LED 用于测试和提示系统的运行状态 9.GLAC是图一中Evalon MM Clock Crossing Bridge 用于连接在Evalon总线上 且分数不同时钟域内 IP合间的数据传输与通信 10.INIT5与INIT6是图一中Interrupt Controller 该处Pile和设置为中断信号输入功能 INIT5与INIT6类宽设计为1 底测 中断方式设置为边沿上升沿 触发 INIT5与INIT6分别用来接收 由Equal System产生的两个中断信号 11.Offload是图一中 Floating Point Hardware 用于NIO-SIDE IDEN2Code 附定运算渐加速 12.SOC FPGA VR10是图一中 地址数据通信IP 该接口用于FPGA System 与XVM System 兼数据的双向传输3 13.HPS0是图一中的HPS System HPS0作为后期定位解散 图形界面的主CPU 由于要求支持Linux系统 需要设置其部分外设 包括AMAC QSPI SDMMC USBOTG SPI URG IRC 以及部分GPIO等外设 14.NIO-SIDE IDEN20是图一中的NIO-SIDE IDEN2Code设计为 即带信号处理系统的主CPU 15.DUORAM 图一所示的DUO-PORT RAM提供HPS与NIO-SIDE IDEN2Code之间数据的通信 HPS NIO-SIDE IDEN2Code和DUO-PORT RAM关系控图如图三所示 图子给出了SIDE系统各组件 类于System Indicator Fabric 等地质分配情况 1.2 SPGA System 设计 SPGA System 主要由SPI控制模块 告诉数据接口 时间接触模块 或模块 跟踪模块 串口模块和地址码码 数据通道选择模块组成 各部分功能如下 1.SPI控制模块 用于控制射频版 2.产生1550MHz本正在播信号 与天线接收信号进行混屏 产生3.098MHz的中频数据 2.高速数据接口 用于获取射频前端高速ADC量化 产生IQ两路8比特数据 每路截取高4比特数据 用于基带处理 3.时间基准模块 用于产生两个中段信号 包括0.5毫秒和20毫秒中段 4.捕获模块用于卫星捕获 捕获通道为单通道设计 5.跟踪模块用于卫星的跟踪 目前跟踪通道数 设计完20次通道 6.转口模块用于调试信息 与导航电文的输出 7.地址印号与数据通道 选择模块用于对地址进行印号 并根据地址信息选择不同的数据通道 2.在拨环路设计 2.1在拨环件别器 由于卫星信号中调制有导航电文 这使得接收到的中平信号 会在数据比特电平发生撬变时 产生180度的相位撬变 因此为了保持环路的稳定 必须要消除180度的相位撬变 由于Costas这一批发明的剑像器 能够不受数据比特的影响 因此它发明的该剑像器 被称为科斯塔斯剑像器或Costas剑像器 而使用这些剑像器的锁像环 称为科斯塔斯环或Costas环4-5 本设计左向环件别器 采用经典的Costas环 剑像器QP新IP 其具有在新造比较低的情况下 有些自由化的剑像性质 输出结果与扶植的平方成正比 计算量较小 以及剑像协率 受信号幅度的影响较大等特点6-7 本文设计锁平环件别器 采用插机键平器 QRT-RT-E 其具有在低级造比情况下 有些自由化的键平特性 显率正比于信号幅度的平方 计算量最小 以及受信号幅度影响较大等特点6-7 2.2环路绿波器 三暂波管软件设计 软件程序设计思想 是将跟踪环路的处理程序 放置于0.5毫秒钟段中 0.5毫秒钟段 以次对各个通道进行查询 根据安全跟踪通道状态 选择执行牵引还是跟踪 作为牵引状态 将较用牵引的程序 作为跟踪状态 将调用跟踪子程序 其运行流程如图6所示 先言子程序包含从FPGA读取IQ相关复制 计算功率后 分别调用满环 锁平环 以及锁向环处理子程序 对满环 锁平环 以及锁向环 经键品与键箱 环路率波处理后 更新FPGA内部的满NCO和载波NCO 并根据未同步情况 设置当前通道状态 若同步成功 将当前通道设置为跟踪状态 若同步不成功 将对牵引次数进行统计 如果超过统计门线 将通的设为关闭 通的重补出实话 然后跳出牵引次程序 否则直接跳出牵引次程序 先引处理子程序 如图期所示 跟踪此程序 包含从FPGA读取IQ相关复制 计算功率后 分别调用满环 锁向环处理子程序 随满环 锁向环境界相 环路率波处理后 更新FPGA内部的满NCO和载波NCO 并根据真同步情况设置任务状态 若同步成功 将获取导航电文处理任务 加入的任务最列周 判断相位锁定状态 若相位锁定失败 则将通道状态 设置为牵引状态 然后跳出跟踪子程序 跟踪处理子程序 如图发锁示 此测试结果 幸好进入牵引后 Leonide64 Eclipse 采集所平环环路律波器输出值 并利用MATLAB 仿均出所平环环路律波器输出值 随时间的变化 如图有锁示 从图中可以看出 临时刻时 频率误差绝对值 约为100赫兹 0-300毫秒时间段 环路输出的顺时频率误差绝对值 随时间逐渐变小 在300毫秒时刻开始 环路输出的顺时频率误差绝对值 接近于令 然后有所向环路接管 进一步对相位误差进行处理 利用NeoShift for Eclipse 采集所向环环路律波器输出值 并利用NATLAB仿均出所平 向环环路律波器输出值 随时间的变化 熟图时 就是 根据第三节跟踪者程序设计 精密跟踪阶段 经过牵引阶阶段 消除频率误差的影响后 再用所向环进行精密跟踪 从图中可以看出 所向环向卫物插霸雷 即可在加减15度以内波动 故结论 反问根据接待信号处理的要求 采用Fusk作为设计平台 在三个芯片上 完成了北斗卫星信号 跟踪赛法的设计 并对显影的在波环路算法 进行了测试和验证 结果表明 该跟踪赛法 完全满足北斗卫星导航 接收机的实时性要求 参考文献 一名先生 姚怡斌 张晓红 全球导航微信系统发展 综数者 导航定位时报 201313-8 RG金鱼 FPDA 走向规片 融合时代 J 世界电子元器件 20127 71-72 三无国赠 为赵川 唐正辉 德 基于Zip HPS UFPDA 数据通信接口 IP核的实现 GIC 贵连电子科技大学学报 2018-381-16-22 四张金箔 GMSS软件 接收集高动态 再播 跟踪环路 关键技术研究 B 大连 大连海市大学 2012 2002-908-1461-1460 有些高 GPS 原理与 接收集设计M 北京 电子工业出把设 2009-75 FIDO GPS 双模软线 接收集原理 与实现技术M 北京 电子工业出把设 2016 巴长华 李超 北等微型导航接收集 跟踪环技术设计 与实现G 光学与光电技术 2016 84 59-61 九枕风 雪冰鞋 雪冰 GFLPL 相结合的再播 跟踪在导航接收集中的实现G 航海 20042 51-54 作者信息 为赵川 欢迎订阅 吴国曾 如果喜欢本视频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 放门TGnews.xy 以及获取更多相关资讯 请不吝点赞 订阅